新北市長侯友宜特地到板橋環球購物中心 視察無來美食示範專區 依照新北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公告之五大業者 今日起必須在新北市食材登陸平台及營業處所 揭露相關資訊沒有依照規定 且限期沒有改善者 最重可處罰十萬元罰還 QR code掃出來的食材登陸網站裡面可以看得到 而且不含萊克都報案 所以張貼這一張 就是要按照我們食安自治條例所規定的 只要不含萊克都報案要檢驗報告 依規定上食材登陸網站 哥爾多是我們公告的業者 他必須要徵守 元旦一早 新北市長侯友宜來到了板橋車站的環球購物中心 視察包含了西市連鎖素食業 20桌以上的宴席餐廳 大賣場及連鎖超市 連鎖食品烘焙業 上市及上櫃連鎖餐廳業者等五大業別的萊豬標示情況 侯市長表示 經過公告的業別應該在期限內 在新北市食材登陸平台以及營業處所 揭露豬肉及其原料原產地 是否含有萊劑 以及上傳檢驗報告或來源證明 並且在營業處所公開張貼標示 唯一規定登陸以及標示 而且限期未改正者 最重可以處十萬元的罰還 如果標示或登陸不實 依法會開罰四萬到四百萬元 規定就是檢驗合格報告 按照規定登陸在食材網站 如果沒有按照 我們會讓它限期改善 如果沒改善 我們會以最高處罰十萬元來罰款 至於有關台灣資 一定要標示原產地 原產地 集入區也是要做標示 那這個部分 請消費的市民們安心 如果商店敢標示不實 我們可以從中從四萬塊 罰到四百萬 而對於日前行政院表示 地方萊豬條例 抵觸中央的問題 侯友宇表示 現在新北市 依照原有的食安自治條例來執行 從九大業者來著手管理 確實依法行政 我們的原有食安自治條例 是修改的那個部分 中央有餘力 那我們現在按照 原有的食安自治條例 我可以做的這九大業者先做 那這個部分 特別給大家做個說明 我們的公務人員 一定依法辦事 全力守護 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但是我一定盡到最大的力量 侯市長說 板橋車站三鐵共購的特性 帶來眾多人潮以及消費者 所以特別視察車站二樓戶外 以及地下美食街 確認餐飲店家標示清楚 並且檢視業者於食材登陸平台 揭露、禁貨來源 以及檢驗報告等資訊 他感謝業者的配合 也提醒民眾 可以透過標示上的QR Code 獲取更詳盡的資訊 記者召事員板橋採訪報導 台北龍華福人社發起 有愛無愛送愛心 給韓氏及低收入家庭之 社區服務發展計畫 結合永和民權社區發展協會 至光商工等單位 協助永和地區 韓氏和低收入戶家庭 並且透過成果發表會 感謝各個團體加入 幫助更多弱勢族群 登上小巨蛋演出的音樂劇 馬仙腳百老會 由永和民權社區協會的野奶們 所帶來的精彩表演 為台北龍華福人社發起 有愛無愛送愛心給韓氏及低收入戶家庭的 社區服務發展計畫 捐贈一世繼成果展 拉開序幕 龍華福人社發起的社區服務發展計畫 民權社區發展協會 是幕後的最大推動單位 透過經費贊助和至光商工 仁安基金會等團體 發展出系列課程 在此我們感謝我們的協伴社 龍門社 龍鳳社 龍心社 龍來社 以及我們的友好社亞聯社 也謝謝我們的社長親自立臨 我們也感謝我們的姐妹社 泰國的加拿拿康姆社 馬來西亞的關丹社 日本的宇都公北社 謝謝你們的贊助和支持 這項計畫主要援助對象 是針對新北永和地區韓氏及低收入戶家庭 提供職能發展和智力更生的職能培訓 除了弱勢族群免費接受培訓課程之外 民權社區發展協會亦能得到烘焙設備 發展出親民共創的斜槓工作法 多了智力更生的創業機會 而這項計畫也讓人看到福倫人的服務熱情 其實身為總監 我以前沒當總監真的不知道 今年當總監我不騙你 昨天晚上我跟所有前總監報告我這半年 我自己都很感動 因為每一個社所有的活動 其實我幾乎都親自參與 只有幾個是特別 因為地區有活動 我不能參加 我不是說我參與 而是我去到任何地方 我都非常的感動 真的很感動 如果不是做總監 我不知道福倫社有那麼多 那麼有愛心的人 每天在各個角落裡面 做各個社會服務 社區服務發展計畫能夠順利推動 民權社區表示 透過帶入福倫資源 可以長期和至光商工共同努力 一起營造新北永和的社區經濟 得以永續的發展 讓愛永不間斷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新北市海山退休教師 教育關懷協會 辦理經濟弱勢兒少 及身心障礙者家庭健康促進活動 悠遊雙北自行車道 帶領小朋友和家長們 出門運動去 享受戶外的休閒好時光 悠遊雙北自行車道 總計舉辦12次活動 帶領大小朋友 騎腳踏車到中正橋 大道城樹林運動中心等地 同時搭配社會福利宣導 能有足夠的資訊 了解相關權益 另外還有團康遊戲 藉著活動 讓親子聚在一起 享受難得的家庭歡樂時光 海山退休教師 教育關懷協會表示 透過舉辦活動 能夠讓學生及家長 提升單車運動技能及增進體勢 並且能促進親子感情交流 培養運動習慣 還能認識新北市淡水河 大漢溪新電溪自行車道 豐富娛樂休閒生活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全台跑友眾所矚目的運動盛世 新北市鐵道馬拉松接力賽 12月初在龐陀大雨中落幕 就算天候不好 仍然聚集650隊 超過4500人歡樂開跑 這次特派記者阿萱 揪團大學同學來挑戰 47.6公里全程紀錄 要讓新手跑者一次上手 8.6公里全程紀錄 這是他們的接力服裝欸 好酷喔 他們可以說一句話是 1674了 他們就可以睡覺了加油 哇成功行好不好 現在真的是最後一面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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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我剛剛追火車追得很近 因為都很美大沙 這是我深山當中的地方 要幹嘛 這個是天王的風景啊 有一個坡,很大的坡 漂亮,衣衫棒組 這邊就是新北市的海景 還有遊泡玩才是重點 玩志在參加 車起來了,車站 佳琪呢 怎麼還不見人意 第一名抵達終點了 我們是夾走啊,你們是... 我們是...我們是另開的第一名 834來了 我家的大寶貝來了 他終於來了 他終於來了 他現在回來了 他今天擔當我們要跑最長的選手 而且我們叫做 我又在去了冰露 一尊上下坡好不好 快帶你給我 沒有長話過來 等一下,你忘了,我忘了 忘了 忘了 你說一句話是 B674了 然後就可以睡覺了,加油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蝦 是真的是最後一年 我要開始 不能幫他跑步 前進的挑戰就是 看能不能都不要停下來 不知道是 汗水還是雨水 但是這個風景很漂亮 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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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跟你們說我旁邊有好多位 互發食者 超大的被他們撿走了 好像是最後的爬步 真的 無法用跑的 我要使吃 宣直呼吸 感謝 不用跑的了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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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要帶畫給你 繼續跑 不要放棄 終點在你啊 走 GOGOGO 最多曾經有6台新車跟著你 那你剛剛說我怎麼樣 很棒棒喔 好感人喔 有啊有啊 到後面還堅持的用跑的喔 對啊 最後要衝到終點一定要跑一下 前面有走的就算了 好感人喔 好感人耶 因為我剛剛就一路跑 然後我身邊有很多護花使者 又是又冷的天氣要持續多久 相信大家都厭煩這樣的天氣形態 而在這樣的天氣中 最適合泡菜料理 擔任過新東南餐廳的大廚 為了炒出喜歡的泡菜料理 自己醃製韓式泡菜 酸辣甜的泡菜口味獲得好評 也成為內行人才知道的隱藏版料理 買回去煮泡菜火鍋 冬天來上這一鍋 暖胃也暖心 爐火一開熱鍋倒下白飯 各式炒飯料理 大廚餵綠尾快手翻炒 米粒裹上淡汁金黃色澤 現點現炒最受不可喜愛 而其中在又濕又冷的天氣 暢銷第一名的口味是泡菜炒飯 客人說濕冷的天氣裡 來上這一味暖胃也暖心 覺得老闆的泡菜是做起來蠻特別的 然後搭配炒飯吃起來 我認為是蠻爽口 然後在這個季節吃起來就是比較開胃 我覺得味道也不會太酸 搭配起來就是很美味 位於中和元山路148巷口的小店 是任職過台北新東南餐廳 軍樂飯店的大廚魏律尾開設 以現炒料理為精明特色 魏律尾廚藝好用餐時刻 料理台上滿是點餐菜單 為了讓炒飯完美呈現 特別是醃製了韓式泡菜 選用韓國產大白菜 做出酸辣甜適宜的味道 用來炒飯或是搭配肉類快炒 微辣的口感最適合冬天享用 泡菜跟外面買品質不太穩定 然後自己做比較新鮮 比較 當然自己不會放一些 放一些那個有的沒有的東西 自己做保證是純天然的泡菜 韓式泡菜被美國時代華納健康雜誌 評為世界五大最健康食品 富含腥微素維他命AVC 不僅是韓國美食的代表 台灣人也愛吃 魏律尾說自己做的韓式泡菜 受歡迎相當開心 也因應顧客要求做成罐裝泡菜出售 濕冷的天氣用來煮泡菜火鍋最對味 夏天就是人家拿來開胃啊 開胃菜啊炒飯啊 可以拌一點這樣子 冬天客人都會買回去煮火鍋 我們的泡菜 泡菜煮火鍋真的非常棒 就像在吃泡菜鍋一樣 冬天吃泡菜料理暖胃 夏天吃泡菜則是開胃 一樣的料理各有不同的變化 餐廳大廚做的韓式泡菜 隱身在巷弄裡 只有內行人才買得到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日本超人氣漫畫鬼滅之刃 改編動畫電影廣受歡迎 電影主題曲紅蓮華 更成為2020必聽的破譯神曲 其中新北市積稅國宗慶祝校慶 以管樂團音樂會先發展開慶祝活動 除了演出今年獲得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特優的曲目之外 還有今年最夯的動漫曲目 鬼滅之刃電影主題曲紅蓮華 新北市積稅國中管樂團演出2020電影票房冠軍 日本超人氣漫畫改編的鬼滅之刃電影主題曲紅蓮華 這首曲目延然已成為各個管樂團必催奏觀眾共鳴度相當高的神曲 包括土城國小管樂團 機中管樂團都不錯過 編曲者劉洋志老師在機中管樂團音樂會上擔任影言人 分享孩子推薦電影 因而編曲的編由 而且在演出的過程中 還要Cosplay橋段 讓人驚呼鬼滅之刃的驚人影響力 七歲國中管樂團舉辦音樂會 除了帶來兒童界的熱門電影曲目之外 同時也安排了瑞典流行樂團阿爸的經典曲目 每一首歌傳唱至今歷久不衰 讓老少觀眾一包耳福 校方表示今年是校慶50週年 以管樂團音樂會為先發陸續展開系列的慶祝活動 我今年來一直非常支持我們 我們積稅教育的我們的藝人名 我們的民營代表 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家長 我們的有校 以及我們非常多的 包含我們的後援會 我們的社區 非常多的監察人士 還有我們的志工等等 因為由你們 還成就了我們繼續我們的教育 其實所以今年是50週年 算是一個50週年的 非常喜慶的大日子 所以今天的這個音樂會 也是揭開我們50週年的一個序幕 校方以管樂團音樂會 作為50週年校慶首播慶祝節目 並且藉此機會宣布好消息 今年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樂團拿下特優成績 不但是連續11年難能可貴的表現 並同時取得全國賽的入門票 為學校爭光 也為這一群國中生樂團 留下最難忘的回憶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中家新聞和輕鬆電台FM96.9聯合播出 歡迎一起收聽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我到晚上 謝謝你 散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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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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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